依序便秘,可以用这个方子,喝完大便就通了,到了深秋季节啊,天气愈发干燥,人呢也跟着造了起来,很多这个人呢便秘的问题跟着这个时候就会加重,平时排便呢就可能一吨就半个小时,好不容易拉出来了又黑又硬,同时呢还伴有腐痛啊,眼口干燥啊,口渴啊,手脚热啊等等,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舌头,首先来看这个舌头是偏红,而且呢舌胎上半部不是特别多,尤其是这地方啊,下半部偏你呢,这个是鸡的, 的原因,甚至这个地方你看有的地方还没有,这个就是阴虚引起的便秘,像这些都是体内的阴晶亏虚,阴液阴血不足,精血液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个液体的存在,所以在体内呢非常重要,当这个血液不足呢就会容易造成血虚,会造成皮肤干燥啊,精液不足啊,肠道呢也得不到乳润,像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形成这个阴虚的便秘,一旦阴液不足呢就麻烦,就像这个土地失去水的滋养,最后就会归裂,同时呢也会导致这个口干舌燥,总是相对的原因,甚至这个地方你看有的地方还没有,这个就是阴虚 想喝水,而且呢有的还有这个阴气酸软啊,晚上的时候会翻来覆去睡不着啊,手脚心热啊,晚上倒汗的问题,那如何调理这种阴虚便秘呢,下面呢我们就用这个方式,这个呢可以滋补全身的阴液,给脏腑增加阴液,这个就是和手屋啊,生地啊,当归,麦冬,悬生和纸鞘这一类,因为和手屋我们知道它呢既能补精又能补阴血,阴液足了这个肠道自然就有如润了,那另外你看这里面有生地,生地味干入皮,有清热生筋的功效,可以增加肠道, 另外呢它有这个软化大便的功能,接着呢是这个悬身麦冬,麦冬呢就是一个滋养生筋的药,悬身呢也有清热凉血滋阴酱,所以这组药结合起来呢就治疗这个阴虚引起的便秘,当然呢如果有这个大便干结呀,只用这些滋阴的不够,我们可能还要配其他的药,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,你学会了吗?咱们下期接着讲,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,观众王医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。